北京地铁这张网的所有末梢的终点站,它是什么样子? 微风带大家挨个的一探究竟 今天咱们去最高的地铁终点站,大兴县的天工院站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特别怀念以前坐地铁的感受 在工作了一天之后坐上地铁的那一刻 又如今天要去的地铁站名一样,到了天工的感觉 据说天工院这个名字是金朝皇帝金章宗外出打猎 在中午来此地吃饭之时,将旧名史家庄改为了天工院 这是暂厅内的浮雕五彩生活,意思是表达令人畅想生活之美好 站厅内悬挂的有时钟,这在地铁站里可不多见 在地下出站通道中能去到凯德梅尔商场 咱们出A口去看看,坐扶梯上去 上来后回头看一下,挺深的一个站口 站口内有街区引导图 在索引分类里可以找到由字母和数字标识的位置 比如说要乘坐公交星40路 在这张图里有两个星40路站点,那就找到最近的星40路位置 在地铁A出口,坐标是T5 连接T,再连接5,在两条线的交叉处,就是星40路公交车的位置 从这走出去,站口停了不少电动车 可以看到街面上的路很新 对面是地铁B口,眼前是车水马龙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往后退一点可以看到整个地铁A口 2010年底开通的大兴县 终点站周围看起来发展的是挺不错的 周围街边都是小区 除了我这个A口是商场 比较有意思的是,另外三个口都是叫带有春天名字的小区 来到地铁C口看一下 斜对角就是A口的凯德梅尔 南有天宫院,北有天通院 下一站咱们去5号线的终点站,天通院北站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分别的观看,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